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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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學生就要跟他之間還是有感情 所以說希望你們以後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也好 求學道路也好 都希望你們能變得再稍微成熟一點吧 我希望你們能夠經常會提醒 用這句話提醒自己說 其實跋涉就是一切 終點是沒有的 最重要的是 是能夠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把所學的東西應用出來 當然未來可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戰 希望你們不要失去一個畫家的想像 繼續帶著你們的畫筆 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一個未來 R就等你們了 NPR 年號 很平淡 我就是個平淡的 希望大家以後 走得更高更遠更好 那我希望你們在今後的學習和生活中 能夠保持這種積極的態度 能夠開開心心的學習 開開心心的工作 開開心心的生活 首先第一點呢 到了新的環境 不要讓別人傷害你 第二點呢 你也不要去傷害別人 第三點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請你不要傷害你自己 這個情節存在不存在 這個是怎麼表現出來的 不是正面去向 而是從側面的角度去 我在酒館裡面的 坦克的這個 對話來提前 為什麼這樣提前 主要是讀出來 看課文的冷卜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莎士比亞戲劇課 我覺得從這個課開始 大家開始愛上了語文 你們帶給我很多很多的歡樂 因為我的課堂 確實像隔壁幼兒園一樣歡樂 大學四年其實是一個很快樂的時光 那麼如果有什麼想做的事情 你就不要留下遺憾 所以第一點 COPPER 是0-2 一定要寫0-2的 I'll increase my team 我寫正 我一直有個比較大的遺憾 就是我等到高三的11月份 才來教這9個人 我覺得這9個人的確是我教過的 所有的HL中 自我學信得力最強的學生 也是我覺得 這9個學生的情深也是非常高 和你們所有的人相處的 不管是哪件事情 不管是哪個片段 或者哪個瞬間都好 都是我最難忘的 因為其實你們是我的第一屆學生 也是我的第一屆畢業學生 我覺得成績之後的成績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有過這麼一段經歷 你全新地去付出 然後你們現在這麼陽光的樣子 讓我覺得這個成績最最重要 公式 公式就是HRPM 那還是在高二的時候 有一天星期一的早上升旗一室 那一次我們整個班級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們似乎像串弄好了 全部都沒有出現在操場 躲在教室裡面 不知道當時他們在幹嘛 當天放學小節的時候 把全班同學留了下來 可以講是非常嚴厲的 對他們批評了這件事情 並且最終是 在黑板上很深切寫下 汗言這兩個字 所以這個事情後來 就在我們後來的時間裡面 每當每每他們彈起來 在調侃的時候 他們都會提到這個汗言門 在教室裡你們彈著吉他 為我唱生日祝福歌的時候 我想是你們 讓我體會到了為人師的幸福 我接手了那麼可愛的十二年級四班 這讓我多了十八個非常好的朋友 是你們讓我覺得 當班主人原來是一件非常幸福快樂的事情 希望你們能夠學會 用更加辨證的眼光去看待客觀的事物 也能夠一直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生活 帶著智慧和勇氣去嘗試 這是為了探索世界 也是為了更加充分的了解自己 如果今天你努力了 那麼你明天成功的可能性會大一些 如果你今天幸福了 那麼你之後幸福的可能性要大一點 所以我想說希望大家能夠抓住今天 有一次晚自修的時候 同學們在進行新航道的培訓 課間有同學在玩遊戲 我一把把手機奪了過來 結果跟戴成光同學發生了很大的衝突 再之後呢是行林同學通過梁老師 又來告說不希望跟戴成光同學做同桌 當時呢我們為了這些事情費盡腦筋 兩年都過去了 我後來發現現在行林還是戴成光的同桌 並且他們的關係非常好 而且戴成光上我的語文課 他很有思想很有感覺 有時候會寫出很漂亮的文章來 這就是我感到每個人的發展 都是動態變化的 法語當中有一句名言 叫 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過得越獨立 你就會過得越精彩 大家 繼續看吧 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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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我去學校 我一直都看著我 我一直看著我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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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有一個很好的感情 在一起上這整個事 它真的有很好的 我們只是有很大的 我們有很大的學生 學生 在我們的DP12 群組合 這年來 這是真的 一件事 我真的 很多學生 可能會有幾個 四個 五個 但每十八個 學生 我感覺到 都可以進出 到世界上 做得更好 成功 成功 我會說 通常 我經過 考慮 考慮 我會完全驚訝 到 對 學生 學生 身上 學生 採訪 學生 老師 我會很慕 你們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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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 欲 我 都 我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女孩,她来到中国,她找到了上海外国语中学,成为了一个英语老师,可是现在这个女孩很相信,因为她的学生要毕业了,但是 她为她的学生感到骄傲。 I wish you the very best of luck. I consider it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you, and I just want to say good luck and goodbye.